今天有个女粉丝过来找我,我还是在蓝调给她开了一个房间 但是这个女粉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看到过她的照片什么的 所以说我决定,我先到蓝调来,然后暗中观察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到了到了到了 喂 喂,喂,蓝调,我到这个蓝调,怎么样,还在忙 我还要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 你先,你先在前台吧,先到前台等我,我五分钟就到,好吧 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 啊,一个人 你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粉红色的 哦哦,粉红色啊 哦,先先先 你先到这个蓝调的那个前台吧,等我吧,我一会儿就到,好吧 嗯,好好好,我已经到了哟 我看着好小 你好,哎,贝贝,贝贝,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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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本人了 坐,坐着聊 那个,你这是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嗯,就是很喜欢你们呀,从那个横店到西瓜视频 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了吗 嗯,真的很喜欢 然后正好泳川阁,龙川很近嘛 所以就想着一定要 就过来 有机会给你们见一面,认识一下 那我这样拍出来 可以拍下来,记录下来吗 当然,ok呀 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拍下来,你男朋友这些会不会有什么想法,知道吧 这么自由肯定是没有男朋友,没有男朋友嘛 哈哈,那行,那行,那我就不控制啊,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好,解放你的天心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每一次我都还,就是拍视频嘛 如果有男朋友肯定我就要收敛一点,知道吧 万一男朋友要揍人怎么办,对吧 行,我们再聊一会儿 我那个给你开了一个单间 是吗 大床 2米多宽那一张 有多大 大床 然后等一下吧,他们有人 然后我们 看着 看着你年龄好小啊 是吗 你成年了没有,先问一下 不是,没成年我不能拍,我也不能和你一起 看着我多大吗 就是看着十七八岁啊 十七八岁 格局大一点,格局大一点 30了 兄弟们,他说他有30了,我给你来一个特写 他说他有30了,我不相信,我实话实说 我也不相信 这一次过来打算是晚几天了 Forever Forever,什么意思啊 不要讲英文 教他们把翻译打在公屁上 Forever 就是怎么都可以吗 永远 是吧 臭屁 你 你 阳气真阳气 百万越来越阳气了 就我能猜想到吗 就结合 我去先去拿 好 你把那个卡给我一下,刚刚开的 啊,谢谢啊,谢谢啊 那我们先上去聊会儿天嘛 上去聊会儿天 你有多高啊,好像比我高,还要高 你多高 2米不到吧 2米不到 你看 穿的衣服也是粉色的 穿的袜子也是粉色的 非常的卡哇伊啊 还是自己30 开心吗 开心吗,有这么可爱的粉丝 开心 而且喜欢你这么久 特别开心 我要给你带了个东西 对了,对了 带的啥 带了一个心,对吧 好幸福啊 突然间感觉到 那多待一段时间嘛 就这样 多待一段时间 多待一段时间 多待一段时间是多久 forever 就 呃,一个人来 以后我们 三个人 这个 回泳川 好吧 嗯 现在不好回答 现在不好回答 说得太,说得太敷衍了 有点不负责任 慢慢慢慢多接触一下 都是成年人嘛 反正你也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 对吧 都有机会啊 今天晚上我也 打算不回去了 嗯 我们通宵直播是吧 通宵 看电视啊 看电视啊 行 嗯 走吧 一直走 走到 它是最前面那个 请进 我先把这个打开啊 啊 这个房间 我们 基本上 所有粉丝朋友来 基本上就在这里住 哇 挺好的呀 也没有 就是 将就吧 很经济实惠 对 经济实惠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啥了 就不知道该干的 就是开心 就是开心没有理由啊 就开心说得出理由 那就不是真正的开心 嗯 你说对不对 对 我们干脆不拍视频 这样聊天 好像拍着视频聊也 不知道去聊啥 对不对 就拍着视频 有很多局限 束缚的东西 嗯 不知道说啥 笑 笑嘛 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男朋友吗 嗯 你这么 你这么问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说实在 你这么问好像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我 我虽然是一个主播啊 但是我和女的女孩子接触我真的是不知所措 就包括现在 所以说有些时候问出的话有点唐突 你要理解一下啊 就就简单的就是了解一下你对什么就是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男朋友 想找一个想找一个那我觉得有时候想法和你现实中遇到的那个人真的不一样 就是说你想找什么样的不一定你现实中就会遇到什么样的嗯 你说对不对 这还是要看缘分 对身高还有年龄这些要求说一下 身高肯定最起码要 一米最起码最起码一米76以上吗 哈哈哈 那你 对不起答案了 你的意思就是婉拒我咯 哈哈哈 不是如果再起 我觉得看来你很高啊 我高个屁我 少了10厘米 你说的 你哪里少了10厘米 就是我这种身高 如果其他方面很优秀这个身高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肯定啊 其实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性格吧 我觉得性格一个男孩子一定要有责任吧 喜欢内敛一点还是这个开就是外放一点的那一种 当然不要外放啊 就是开朗开朗阳光一点的有正能量的像百万这种很有正能量 我开朗吗 开朗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心态不好的时候你能很快调整自己回来 这也是啊 就大个七八岁了 总 没问题啊 现在大个七八岁也没啥 也没有啥问题啊 你一直就是在针对你的这个条件在我 我肯定先 我这个叫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肯定先了解一下我的情 我这个边行不行对不对 啊 整体来说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吧 整体来说 我觉得比视频好看真的 比视频好看 视频看着感觉又胖又土 我今天看还特别洋气感觉 又胖又土 哈哈哈 那你还说喜欢 喜欢我两年了 又胖又蠢呢 又不是扁一次 哦 喜欢我的视频不是那个喜欢那个人 就之前 不是喜欢这个人 我只是说那个视频跟你 我现在看到的你也不太一样 嗯 就是说本人更好看一点 打个比方 如果是像 像家里给你介绍给我这种一模一样的 你会不会考虑啊 就打个比方有人介绍 然后就是洋百万 然后你会同意吗 就家 你有一个亲戚朋友 刚好认识我 也认识你 说我跟你介绍一个男朋友 他是做自媒体的 然后一见 哇洋百万 你会同意吗 你吃烧烤你会烤什么 吃烧烤 烤排骨啊这些 我会优先考虑你 优先考虑我啊 那意思说还是就可以吗 对吧 可以的啊 见过百万的粉丝应该都知道呀 百万是一个很棒的人 很真能量的人 真能量我们算不上 我一般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见过 见过这种 那这样我们就说好了嘛 我们就开始了 就是2021年的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2号 我们俩就正式开始了嘛 好走去吃饭 走 那这样我们已经耍朋友了 这个 去念一下 去念龙嘛 行行行行 那行兄弟们开个玩笑啊 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吃饭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讲声拜拜来 讲声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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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